大家好 上次講到把所有警察的訓練機構集中了 集中在一個地方 我提議搬去沙嶺 沙嶺在視頻上看過很大的地 有個議員介紹過 就可以搬去那裏 把懲教署的機樓中心 法庭 高院地院裁判師 甚至小額前債 都可以 移動亭 整個綜合法院大樓 然後就監獄 需要坐牢的 直接進去一條龍服務 然後就跟國內 整條通道 國內也是 建同樣的機構 主要是有些 干犯國安法的人員 就在那裏 去審理 當然 香港能夠審理的 就盡量香港審 太多的時候 國內就幫忙 一定有罪 立刻可以搬去 送他入監倉 坐牢 就地 可以在香港坐也行 在中國坐也行 可以在中國 理想些 可以建大些 中國的地 可能沒有那麼貴 就建大些的監獄 就讓他們坐得舒舒服服 那些干犯國安法的罪犯 附近還有地 我就提議 將那些 警察訓練機構 全部集中 集中訓練 會比較 折省人手 亦都省時間 我覺得 盡量利用各方面的 資源 其實 水警訓練學校 也可以搬去那裏 當然水警訓練 可能要拍到外面 因為深圳河 可能拍不到 有些大水警訓練 就拍到外面 即是深圳河口 拍到外面 即是射口那邊 就拍到那邊 就看看行不行 因為水警 有些東西 是特別不同的 即是水有水泥 水泥 水泥跟陸境的禮儀不同 不知道怎樣 我都不太了解 總之 所有的訓練機構 集中 其實其他部門 那些紀律部隊 都可以考慮 都是 將他們集中 然後騰出 現在的 訓練基地的地 能夠是拿來 蓋房 OK 就給市民去住 是吧 然後將它全部集中 是吧 譬如消防 消防我們不知道是否在沙田 八鄉的斜坡 是吧 消防 後來就好像不知搬去哪裡 因為我不是消防 總之 他們的訓練學校可以考慮一起 搬去 搬去沙嶺 然後就 懲教署 是吧 也都搬去 那就 海關 是吧 然後就是入境處 是吧 入境處 甚至 廉政公署 都可以 我得 全部集中 然後成為一個 是吧 真真正正的公安大學 香港公安大學 OK 所有有關公安的 OK 那當然可以以 北京公安大學為藍本 是吧 北京公安大學為藍本 然後就 配合香港的環境 然後就設立這間大學 OK 那就 啊 就 我覺得呢 就幾理想 那些地 全部可以騰到出來的 就 能夠 起樓的 啊 那就 買給一些 發展商 啊 地產商 或者 政府自己拿回來 起 也都可以 OK 那就 嗯 Win Win 對吧 Win Win 那我就提議 這個方法 OK 那就 嗯 好 那就 下次再聊其他 拜拜